小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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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之康 你講中文嗎 我這個角色跟我本人 比較不一樣的是我們 亂 他那是一樣的 但是阿琪他是有很多的自信來的 包裝自己 那他面對了非常多種女性 其實他是在隱藏在自己 自己的安全感 他缺乏了很大的安全感 我跟劇中這個李先生的 那個最大的差異點 會是在面對 事情或是處理事情的 比較 猶豫的那個部分 從他們兩個關係 其實都可以看得到 他都是跟著他 繞著他跑的 他的世界就是繞著他轉 所以他當大名說了什麼 然後樂樂說的反應 都是因為大名而生 比較陽光 然後開朗 樂天 的感覺 這可能是跟 多多比較 雷同的地方 最大的不同 我覺得不會跟男人求婚啊 絕對不會 怎麼可能呢 這樣講很好對 可是最像的地方是死心眼耶 就還是滿死心眼的這樣 就對於一個男生 其實會把自己的秘密講出來 李太太我覺得比較 他對他的生活可能 可能有點到一絲不苟 的那種 他比較尖銳啦 對 但我是很容易 妥協跟心軟的 對 大名 我覺得我看大名這個角色 基本就是 基本上我 我看了這個 不管他的劇情的介紹 以及這個 家故事裡的這個 台詞 基本上他跟Call May 真的是 幾乎是一模一樣的人 就是一種等愛的人 那你女生名字 馬志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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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的姓名 他這個角色 跟我名字不一樣 你啊 這不是廢話 他 他個性 壓抑 這個點 我好像就是我們之前在討論角色 這個 就是 這個梗 是讓我 就是發展比較多這個角色 就是因為我本身 我有什麼想到的 就比較 容易 釋放出來 比較不會去 隱藏在裡面 所以在看到 在看這個角色的 很多的經驗 很多的想法 留在身體裡面是會產生什麼樣的一些 身體上的變化 這個是 我最主要的 的功課 在尋找這一塊